来看到台湾警方和印尼警方合作总共遣返的101位的诈骗集团 这次呢在飞机上的时候为了要保险起见 全飞机只有空哨没有空解 警察全部都是鹤枪实弹就坐在紧急出口跟走道的座位 为了防止截击因此呢驾驶舱外全部都进空 警方是小心翼翼的 这一大批的诈骗嫌犯总算平安的抵达桃源机场 台版空中监狱续集嫌犯两人一手铐排成长长人龙 一圈又一圈入境时挤得满满满 PT小组刑警干员44人压解101名诈骑犯从印尼遣返回台 飞机上嫌犯两旁有远警戒户 不然就是嫌犯靠窗坐警察坐走道 而且机上服务 华航清一色特别安排六名资深空上没有空解 紧急出口只坐警察驾驶舱外全面进空 提供的餐点就是属于非酒精性的饮料 然后也没有什么刀叉 然后我们的空服人员呢 我们都全部派 派我们全部都是男性 另外故意安排离封时段通关 和一般旅客错开 以专案柜台处理 而且机场银行会队也暂停受理 不过一团陆客团正好抵台 看见大批嫌犯上手铐 远警大阵仗压解 每个人双眼紧盯着桥 拉长脖子 好奇拍照 我们知道这件事 但是没有亲眼看到 也没有看到这么多 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非常生惊 一群黑乌鸦 惊呆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 当中有诈骗女嫌犯赚很大 用的是一个要价五六万元的名牌包包 坑骗民众的血汗钱 诈骗嫌犯在国外躲避茶器 两岸六地警方联手 统统抓回台 一个都不能少 真新闻 黄主华夏军臣 戴秋荣 SNG小组 桃园报道